林青霞丈夫经报带小三思生死入主豪门。记者问她如何?她这句话让所有人立刻闭嘴。 艺人林青霞在华人影剧圈占有重要地位,早年与秦祥林、秦汉、林凤娇并称二秦二林,堪称琼瑶剧玉女掌门人。 林青霞女行礼。1994年在旧金山结婚,行礼。是个香港富商,成婚后她暂别荧光幕,随夫定居于香港,育有两个女儿。 然而中国作家王婷婷却出面爆料,因为林青霞生不出儿子,行礼。还在上海养了个小妹子,小妹子给行礼。生了个儿子。 根据知情人士爆料,行礼人包杨小三已经是公开的秘密,当时她还为了补偿林青霞,更是大放赠送了高达六亿的豪宅,安抚她的心。 但此一传门门闹得沸沸扬扬,有网友痛骂王婷婷太缺德,但也有人相关人士指出林青霞的处境和爆料内容相距不远,网友纷纷推测这背后到底发生什么事。 有网友认为,若爆料是真的,其实不难理解,因为行礼。是个富商,需要儿子接管她庞大的事业,但林青霞的年纪已经很难再生。 林青霞的婚遍留言自2006年就未曾间断,有传闻指出她离婚后分得42亿元台币与香港豪宅,但老公行礼。怒斥周刊内容,否认亿元赡养费。 而林青霞被问到爆料内容,心情似乎不受影响,她微笑向记者说,不是,不要乱写,隔了一阵子又传一次,轻松大气地回答,看来早已见怪不怪。 说起来大明星有时候也是满无奈,面对外界的流言蜚语也只能一笑置之,毕竟谁也不能阻止别人口中。